为监视丈夫 女人将闺蜜安插进丈夫公司 她要王珍珍替自己看着点丈夫 不要在外面沾花惹草 闺蜜爆料 丈夫拈花惹草又即将破产 女人一怒之下与丈夫离婚 离就离 谁怕谁 其料离婚不久 丈夫竟有闺蜜再婚 面对欺骗 女人会怎么办 未嫁富豪反被骗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案例的主人公名叫王珍珍 大学毕业后两年的职场生养 让她的婚姻观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上大学的时候 她认为婚姻就应该是 纯粹爱情的归宿 不应该贪图物质 可现在她却认为 没有物质的婚姻 那简直就是桃荒 所以她给自己设计了一个 完美的婚姻规划 她规划的丈夫 必须是相貌英俊 年薪百万以上 有豪宅 有豪车 她的规划堪称是完美 可她能够如愿以偿吗 她的完美规划又将给她的人生带向何处呢 要说王珍珍规划婚姻的想法 还得从她的闺蜜江荣说起 王珍珍和江荣是大学同学 两个人都升得容貌清秀 身材高挑 是学校里公认的笑话 由于二人的性格喜好 有很多共同点 她们很自然地成个闺蜜 而且是一对竞争型闺蜜 凡事都爱论个高低 争个先后 但唯独在婚姻观上 二人的观点是大不相同 不同于王珍珍纯粹爱情的观点 江荣认为 年轻貌美就是资本 不能随便浪费 嫁人就得物有所值 不仅要有爱情 物质条件也必须好 那时 王珍珍还调侃她 说照她的规划 恐怕是要孤单一辈子 可江荣却不为所动 坚持自己的想法 大学时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 大学毕业后 王珍珍到一家化妆品公司 做了销售经理 江荣则在一家婚纱公司 做起了设计师 工作后两个人见面的时间 是越来越少 只能偶尔小觑 可这一天 王珍珍却突然接到了 江荣打来的电话 邀她下班后小觑 还说有要事相伤 也就是这次小觑 成了王珍珍婚姻观改变的催化剂 两人见面后 江荣一脸神秘地告诉王珍珍 说她要结婚了 请王珍珍当伴娘 王珍珍都惊呆了 她问江荣 是你降低了标准 还是找到如意郎君了 江荣得意地说 当然是找到了如意郎君 她告诉王珍珍 她的未婚夫叫徐鹏 是一家公司的老板 一个月前 徐鹏陪朋友来定制婚纱 两个人一见钟情 开始交往 可就在昨天 徐鹏突然向她求婚了 因为徐鹏完全符合她的预设条件 她就欣然接受了求婚 当晚江荣还带着王珍珍 参观了她的婚房 是一栋新装修的三层别墅 可谓是豪华至极 回家后 王珍珍的心里是五味杂陈 看人家江荣 大学时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 却突然美梦成真 嫁入豪门 而她呢 大学时就开始的爱情 却以分手而告终 大学毕业后 王珍珍和男友一起打拼 可他们的日子 却过得很拮据 常常是入不敷出 因此 她和男友因为生活琐事 引发的争吵和埋怨 也越来越多 日积越累 两个人因为物质生活的矛盾 越来越无法调和 最终分手了 一位追求物质的闺蜜江荣 即将收获美满的婚姻 而追求真爱的自己 却落得分手的下场 王珍珍渐渐开始 对自己的婚恋观 产生了怀疑 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 更是让王珍珍下定了 要效仿江荣 嫁入豪门的决心 以前 他们是来往最密切的闺蜜 可现在呢 连见江荣一面都很难 她几次约江荣 江荣不是在陪丈夫 就是在参加酒会 有一次 王珍珍在一家商场 做化妆品促销活动时 恰好遇到了江荣 和几个阔泰在购物 江荣就介绍王珍珍 说她是她的大学同学 请阔泰们照顾王珍珍的生意 阔泰们嘻哈地敷衍着 那场景深深地刺痛了王珍珍 她忽然明白 她和江荣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现在人家江荣飞上枝头做了凤凰 难道她就要做一支贤泥燕吗 她当然不甘心 痛定思痛 她决定也要效仿江荣 给自己规划一个金龟婿 可她明白 自己已经二十八岁了 青春所剩无几 不能等待家偶自天成 必须要寻找洁净 为了尽快实现规划 她决定另辟西境 参加富豪相亲会 不久 王珍珍从网上找到了一条 相亲会的消息 参加相亲会的男士 都是千万富豪 这让她怦然心动 她决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她毫不犹豫 就交了两万多元的报名费 甚至不惜辞了工作 又花了五万多元 请了一位形象顾问 从衣着 谈吐 才艺等等 各方面精心准备 功夫不负有心人 相亲会上她出众的表现 博得了众多男士的青睐 之后有好几位男士争相约她 王珍珍窃喜 她暗暗发誓 这次自己绝不能失败 为了确保成功 她同时和几个男友周旋交往起来 以免挂衣漏腕 可老话说得好 九行夜路必撞鬼 几个月之后 她同时周旋于几个男友之间的事情 穿帮了 虽然她极力地为自己变白 但几个男友还是断了和她的恋情 因为人家都是打算结婚的 怎么敢把自己的富豪人生 托付给一个脚踩几只船的女人呢 王珍珍万万没想到 自己一时的小聪明 竟然毁了她嫁入豪门的美梦 而为了相亲 她辞去工作 几乎又花光了所有积蓄 今后的生活该怎么过呢 可没想到 就在王珍珍苦恼万分的时候 闺蜜的一通电话 又让她看到了嫁入豪门的机会 相红说 她快到预产期了 不方便外出 有个重要的事 要请王珍珍帮忙 江荣告诉她 她俩共同的一个大学同学 带了一个企业家考察团 来考察她丈夫的企业 一来想请王珍珍帮忙接待 二来也想让她随机结识成功人士 听到这 王珍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简直是上天开眼呢 她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没问题 在王珍珍的帮助下 考察团的接待非常成功 这时江荣也生下了一个女儿 王珍珍前去探望 江荣告诉王珍珍 丈夫不但特别感谢她 还对她特别的赞赏有加 丈夫的公司恰好有一个行政经理的职缺 主要负责安排丈夫的日常工作 问她愿不愿意去 江荣的话 正合了王珍珍的心意 她正失业加失意 立刻表示愿意去 看王珍珍同意了 江荣又神神秘秘地 拜托王珍珍一件事 她要王珍珍替自己看着点丈夫 不要在外面沾花惹草 而王珍珍则心领神会 王珍珍到江荣丈夫的公司上班后 经常给江荣汇报一些徐鹏的举动 结果近一年里 徐鹏都没有沾花惹草的举动 得到王珍珍的密貌 江荣彻底放心了 她尽情地享受着 嫁入豪门喜得千金的幸福生活 可谁都没有想到 一年后的一天 王珍珍的一个电话 打破了江荣一切的幸福 江荣安排闺蜜监视账 很快就有了重大发现 徐鹏正和一个女子在酒店约会 丈夫年花惹草 公司又即将破产 为保财产 江荣决心离婚 孩子由江荣抚养 徐鹏一共给江荣150万元 江荣离婚不久 闺蜜却迅速结婚 而新郎竟是自己的前夫 未嫁富豪反被骗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这天 王珍珍突然给江荣打电话 说他刚刚发现了 徐鹏有外遇 此刻 徐鹏正和一个女子 在酒店约会 这话犹如晴天霹雳 江荣一跃而起 飞奔到这家酒店 果然看到徐鹏和一个女子 从酒店出来 可面对江荣的质问 徐鹏却解释说 那名女子是他的一个客户 二人相约一起谈生意 江荣当然不信 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承 可没有确实的证据 江荣也只能是干生气 没办法 几天后 王珍珍又告诉江荣 一个更为震撼的消息 他说 徐鹏快要破产了 并且徐鹏知道了 他给江荣打小报告的事 把他辞退了 他现在也帮不上江荣了 并且他马上要回老家了 王珍珍还劝江荣 如果要打算离婚的话 就得趁早 否则什么财产都得不到 听到这些 江荣惊呆了 他偷偷地跑到公司调查 果然 他发现近一年来 公司接连几个项目 都投资失败 这可急坏了江荣 他急忙去找徐鹏质问 可徐鹏非但不让他 插手公司的事情 反而提出了离婚 而且态度坚决 平静的生活 遭遇接二连三的突变 他明知丈夫有鬼 还没有办法 这可把江荣气坏了 他当即就和徐鹏大吵起来 公司也有我的一半 凭什么我不能过问 你有外遇 还要和我离婚 离就离 谁怕谁 就这样 江荣为了不背负债务 而影响他和孩子的生活 一怒之下 和徐鹏办理了离婚手续 孩子由江荣抚养 徐鹏一共给江荣 一百五十万元 其中五十万是孩子的抚养费 另一百万呢 是分给江荣的共有财产 所有家庭债务 都由徐鹏承担 与江荣无关 离婚后 江荣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 她伤心极了 此刻她最想见的就是 闺蜜王珍珍 她想从闺蜜王珍珍那里 了解更多徐鹏的消息 可此时 王珍珍的电话已经停机 于是她就把孩子托付给父母 自己去王珍珍的老家找她 江荣来到王珍珍的老家 却发现当日正巧是 闺蜜王珍珍结婚的日子 正在江荣疑惑闺蜜结婚 自己为何没有收到邀请的时候 她竟猛然发现 闺蜜的新郎不是别人 正是刚刚和自己 办理完离婚手续的前夫 徐鹏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她的丈夫怎么突然成了 王珍珍的新郎呢 真相让她大跌眼镜 原来当初王珍珍 为了实现规划丈夫的目的 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她相亲投入的钱都是借来的 可万没想到相亲失败了 还没了工作 正是她内外交困之时 所以她非常珍惜去徐鹏公司工作的机会 她把徐鹏每天的工作安排得尽善尽美 王珍珍的细心周到 让徐鹏感到非常的舒服 渐渐的 徐鹏到哪儿都喜欢带着王珍珍 随着二人近距离的接触 王珍珍也越发地仰慕徐鹏 两个月前的一个周末 难得休息的王珍珍 突然接到徐鹏的电话 又让他去参加一个饭局 他本来不想去 可徐鹏呢 要求他必须去 他就只好又去了 席间 灯突然灭了 接着 一个服务员推进来一个 点着蜡烛的生日蛋糕 他正纳闷 是谁过生日呢 只见灯又亮了 徐鹏端着一杯酒 站在他的身边 和大家一起 为他唱起了生日歌 王珍珍这才想到 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突如其来的祝福 王珍珍大为感动 那晚他非常开心 喝了很多酒 徐鹏呢 也喝了不少酒 宴席散去 徐鹏将他送去了酒店客房 第二天醒来 王珍珍发现 他和徐鹏赤裸地 睡在一张床上 虽然有些意外 但王珍珍并没有要求徐鹏解释 徐鹏呢 也没有解释 也许 他们都认为解释 已经不重要了吧 在这之后 徐鹏以公司的名义 给王珍珍安排了一套别墅居住 还经常带着他游玩购物 那段时间 王珍珍过得就像是童话里的公主一样 虽然他知道这样不好 可他从未拒绝过 因为徐鹏给他的生活 就是他一直渴望 而又从未享受过的生活 可他的内心始终无法释怀 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做第三者 更没有想过介入闺蜜的婚姻 但每当他内心纠结的时候 他就以这一切都是自己付出了劳动和身体换来的 来自我安慰 天长日久 他反倒觉得这样的状态也挺好 反正他没有想过要徐鹏娶她 这样既不会破坏姜荣的婚姻 他也能过得舒心 何而不为呢 等自己找到了如意郎君 再和徐鹏断了关系也不迟 这样看来 王珍珍虽然插足了闺蜜姜荣的婚姻 却并没有逼迫徐鹏和姜荣离婚的念头 那么王珍珍为何最终还是抢了好友姜荣的丈夫呢 他和徐鹏交往两个月后 王珍珍发现自己怀孕了 当时王珍珍吓坏了 他当即决定要把孩子打掉 可徐鹏却坚持要他把孩子生下 王珍珍当然不同意 他怎么可能未婚生子呢 徐鹏为了让他生下孩子 当即许诺 只要王珍珍生下孩子 就给他五百万元 并且徐鹏当即转给他两百万元 又给他打了一张三百万元的欠条 徐鹏还承诺 如果王珍珍生下的是男孩 他就会离婚娶他 这下王珍珍不再淡定 他要徐鹏给他几天时间考虑一下 经过几天的挣扎 王珍珍心想 徐鹏娶不娶他先不说 就说这五百万元 这是自己几辈子也都赚不来的呀 反正自己的生活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再坏还能坏到哪呢 王珍珍这才痛下决心 决定再赌一把把孩子生下来 没想到他怀孕四个月的时候 检查得知他怀的是儿子 王珍珍和徐鹏都很激动 徐鹏当即决定要娶王珍珍 可这就奇怪了 王珍珍可是要嫁入豪门的 徐鹏都要破产了 还有其他的外遇 这些事他都知道啊 他怎么可能往火坑里跳呢 其实啊 徐鹏外遇和破产都是假的 目的就是要激怒江荣 让他对徐鹏产生绝望 从而主动提出离婚 那么徐鹏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难道仅仅是有了外遇吗 前妻江荣拒绝为徐家生儿子 徐鹏下定决心和他离婚 徐鹏家里是三代单种 可这回江荣死活都不生了 徐鹏偷偷将财产转移给情人王珍珍 又设计逼江荣主动离婚 故意编造了外遇和药破产的消息 然后让王珍珍配合着密报给江荣 江荣将前夫告上法庭 要求重新分割婚内财产 法院将如何判决 为嫁富豪反被骗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原来啊 当初徐鹏和江荣是一见钟情 闪婚之后才发现彼此性格不太合适 生活并不融洽 江荣不愿意生孩子 想过二人世界 可徐鹏家里是三代单传 徐鹏的父母早就急着抱孙子 因此徐鹏与江荣的矛盾重重 后来江荣勉强同意生孩子 结果是个女孩 徐鹏和父母都要江荣再生一个 可这回江荣死活都不生了 因此江荣和公婆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 天长日久 徐鹏和江荣也越来越不和 江荣要王珍珍看着徐鹏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徐鹏决定要娶王珍珍之后 徐鹏为了达到与江荣离婚 并且少给江荣分财产的目的 故意编造了外遇和要破产的消息 然后让王珍珍配合着密报给江荣 实际上徐鹏公司的钱早就通过 假装对外投资转移到王珍珍的名下 结果江荣还真相信了徐鹏和王珍珍设下的骗局 一怒之下还真离了婚 事已至此 江荣方才如梦出息 面对被江荣撞破的婚礼 徐鹏落荒而逃躲了起来 而王珍珍面对闺蜜 与其说是勇敢面对 不如说是无法逃避 她面如死灰 无言祈求江荣的原谅 只能流着泪向江荣坦诚了一起 听完王珍珍道出的真相 江荣心如刀绞 她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 自己最亲近的丈夫和闺蜜 竟然会串通一气来欺骗自己 江荣立刻来到了律师事务所 希望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 律师在分析了案情之后认为 江荣可以起诉要求重新分割 徐鹏隐匿转移的夫妻共同财产 并且可以要求王珍珍 返还徐鹏给他的两百万元 法庭上 徐鹏对江荣重新分割 其转移隐匿财产的肃请 无力反驳 可王珍珍对要求自己返还两百万元 却并不认可 她认为 钱是徐鹏赠予自己的 而且还有将来给孩子的抚养费 是徐鹏作为父亲应尽的义务 所以不同意返还 那么王珍珍的理由是否成立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今天要讲述的法律问题 非法处置夫妻共同财产 非法处置夫妻共同财产 是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所得的财产 丈夫或者妻子的一方 没有征得对方的同意 非因共同生活的需要 擅自将夫妻共有的财产 转移处分给他人的行为 本案当中 徐鹏给王珍珍的两百万元 是他和江荣没有离婚时的 夫妻共同财产 徐鹏因为婚外情 偷偷地给王珍珍的钱 显然不是为了家庭生活的支出 而且如果江荣知道 是不可能同意的 而王珍珍在收钱的时候 清楚地知道 徐鹏和江荣没有离婚 所以王珍珍呢 也不存在善欲取得的可能 再者 王珍珍的孩子还没有出生 他没有支付抚养费的必要 因此 徐鹏非法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 无效王珍珍应当返还两百万元 最终 法院判决 重新分割 徐鹏转移隐匿的夫妻共同财产 徐鹏需要返还给江荣一千万元 徐鹏给王珍珍的两百万元 全部返还 由于徐鹏有外遇 属于过错方 所以这两百万元 江荣分得一百七十万元 徐鹏分得三十万元 观众朋友 对婚姻有美好的设想 合理的规划 未尝不可 但本案中的王珍珍 为了实现自己的婚姻规划 不惜去破坏闺蜜的家庭 落得人才两空 损人不利己的结局 可悲 可耻 可叹 他悲剧人生的根源 就在于他把美好婚姻的设想 合理规划 变成了客舟求见 圆木求鱼 幸福的婚姻 当然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 但过度看重物质基础的婚姻 很难有真正的幸福 因为爱情是种 婚姻是花 幸福是果实 只有建立在真爱基础上的婚姻 才能够有长久的幸福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律资讯 欢迎关注栏目服务号 再见 女孩被人颇流酸毁荣 未婚夫怀疑是女孩钱难有所为 你们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绝对不会让你嫁给那个人 女孩被抢救苏醒后 却一口咬定是未婚夫的前妻下的毒手 周末语是狐狸精 是第三者 爱的只是秋名的钱 伤害女孩的人到底是谁 又是什么仇恨 使她吓死毒手 遗情别恋被毁荣 下期播出